六名天灯升空 13万人挤爆平溪 满载愿望的天灯软软升空 在夜空下宛如繁星点点 美丽浪漫极乐 新北市平溪天灯节 第二场活动 昨日热闹登场 昨天刚好是春节廉价最后一天 超过13万人涌进山城 见证2000盏灯火升空 而昨晚的重头戏是 写满3000多人心愿七彩小卡 拼贴而成 I love Taiwan的约610公分 马赛克主灯 有灯写着 我用天灯发誓 我会爱你一辈子 也有人bomber了下台 讽刺总统马英九 有人希望心水一飞冲天 看着自己真诚的心愿升空 每个人无不开心鼓掌叫好 不过没放到天灯的人 也别二万 下周日还有第三场元宵祈福灯会 搭配青年蛇年主题 以约366公分的蛇行天灯 青小龙为主灯 会同样提供2000盏天灯 让民众施放 新北市观光局提醒 当天实施交管 民众上山应改搭接活车 而中台湾灯会今晚节目 预计将发送5万个机器蛇妞妞小提灯 主灯蛇灵护珠 昨晚在台中市文新森林公园试灯 却遇到铃蛇半空卡住的小插曲 在紧急维修后 铃蛇终于成功攻顶 而前晚开幕的高雄灯会艺术节 已号称全台唯一的环港烟火 代替主灯 每晚9点施放 民众还可乘着共多拉船 由爱河赏灯 全台这么多精彩分层的灯会活动 想好了要参加哪一场 欢度元宵了吗 董新闻 元宵好热闹报道